据发媒报道,当地时间14日,法规白布埃尔森一国高速公路,首飞站发生武装人员袭击求车事件,朝城两名遇见失望另有三人重伤。 据目击者介绍,事发时他听到三四十声飞上响亮的枪声。 据报道,14日上午11时左右,一伙武装人员在靠近埃尔森一辈五十时高速公路,另一国首飞站袭击了一辆求车。 警方消息人士称,求车中亚运的囚犯名叫穆罕默德·阿姆拉,出生于1990年曾参与国籍毒品交易。 是马赛帮家和蒙沙安的先例人,据BBC报道阿姆拉绰号La Moosh-Chanin,于南部城市马赛的一国帮派曾在联系。 该时已一直受到与毒品有关的帮派暴力问题困扰。 在求车遭到袭击前,他刚在卢昂参加完商务的听证会,正在被送回艾夫列镇的监狱。 一名监狱消息人士告诉巴黎人保,阿姆拉几天前试图举掉牢房的铁栏,随后被单独监禁。 因此在亚运时,他还被重新评估为三级风险类别,所以需要更多的敬畏服装。 法国BFM电视台公布的现场视频画面显示,当球车刚刚失利收费展示,一辆黑色脚车突然与球车正面相撞。 经济着几名身穿黑衣的蒙面,武装人员猛烈地打开车门下车后对球车展开袭击。 交货中猛免强兽将一名拦置代理球车。 当地监察官称,球车在通过收费展示被一辆偷来的汽车正面窗击。 强兽从球车后方跟坐的车上下来向球车开枪。 据法媒报道该袭击事件炒成两名鱼警失望,三任重伤。 法国内政部长达尔玛林标示,迟迟寻子的两名鱼警实质已久久而练一来。 第一配因供巡视的预警,其中一人已婚并有两个孩子, 另一人留下了怀人五个月的棋子,报道显示随后警方在瓦特隆维尔。 附近发现袭击者使用的其中一辆车且已被烧毁, 局限另一辆车操作鲁维烈或艾富的方向逃离。 事发后与收费展项链的一条高速公路双向关闭。 达尔玛林今日对法国媒体表示, 这次袭击是一次冷血野蛮行为。 罗曼蒂埃尔森一条动用1050名闲兵或警察警醒。 事务潜力的搜查,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社交媒体上表示, 袭击事件让所有人感到震惊,政府震惊一切努力寻找袭击者。 巴黎检查完负责打击又阻止犯罪的, 司法机构开始对此次袭击张开调查。 洛杉矶没够真理出品, 你的支持是我们逐出更好作品的动力。